在湖南省长沙市有这样一对来自德国的夫妇 他们为了帮助罗亚人就业 在长沙市开服区乡春巷经营着一家名为巴赫西点的面包店 店内目前有八位罗亚员工 此外,夫妇二人还资助了54个罗亚孩子 他们说,能做好事就应该做,不管事情是大还是小 46岁的德国人吴正荣来自德国斯图加特市 化学专业出生的他从德国某制药厂辞职后 2002年作为环球救助协会代表和妻子杜雪慧一起来到长沙 成为帮扶龙亚人的义工 至今,夫妻俩已在长沙居住了16个年头 我和我太太到湖南已经16年了 我们在这里开始是自助听伤儿童 如果有困难就可以做康复训练 帮助他们学习 后来也开了面包店 也是为了帮助听伤人士来学一门技术 学做面包 吴正荣告诉记者 2011年,他开始在长沙市中心经营面包店 但半年后,因租金太贵 同时还要支付10余位员工的工资 导致面包店一直处于亏损的状态 后来在福利院的帮助下 爬向了目前这家面包店 吴正荣还特意从德国请来专业面点师傅 4年的时间,我手艺也是我跟他学的 还有我们的荣耀师傅也是跟他学的 4年以后他回去德国继续在那里那边工作 那就现在我们靠这些学会的技术来继续培养荣耀师傅 还要继续做面包 吴正荣坦言,当初放弃现有的工作来到中国参与公益救助活动 家人都表示不理解 那我刚离开我那个制药厂稳定的工作 我父母当然有一点不明白我这个做法 但后来他们看到我们在这里帮助听障儿童的那个项目 他们看到照片,他们就也觉得他们也很感动 也觉得这个是值得做的,他们也支持 吴正荣说,刚来时从未想过会在这里待那么久 更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位面包师傅 但想到能为听障孩子夺回说话的权利 让其拥有一技之长 慢慢地看着他们找回自信 这种感觉实在太过美好 希望他们学的手艺就是帮助他们可以正常工作 也是过日子,然后让他们就是有自信 也有别人尊重他们 因为他们也是,他们的能力也很强的 希望他们完全可以跟健全的面包师傅们 竞争